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们为了获得帮助来到了我父您面前 在今天求我父使我们顺从于您的话语 使我们所有人的心愿获得实现 奉耶稣的名 感谢献祝福祷告 阿们 下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诗篇四十六篇五节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上帝帮助我们 而我们为什么始终不愿意领受上帝的帮助呢 得不到帮助的时候我们总是太骄傲了 分明是骄傲 不懂装懂的时候是得不到帮助的 不知道就告白我什么都不知道 雅各书五章十二节 在这时间上帝帮助我们 诗篇四十六篇五节我们读一下一二 上帝在其中成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成 阿们 恶人不爱听责备 我们听了责备之后 通过这责备的话语认识到自身的罪 认罪悔改的时候呢 能获得亮光 以福所书五章十三节 而往往自觉的聪明 自觉的有点学问的人呢 听了责备就不再愿意听了 甚至因责备的话语就不再来主面前了 得不到祝福的时候 总是不爱听责备呀 而圣经的话语全都是责备 因为圣经是爱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因上帝爱我们 所以责备我们 管教我们 提摩带后书三章十六节 六十六节圣经话语全都是责备 而我们却不认识到这一点呀 好多人去教会 为的是听好听的话 在工作单位的时候 因不爱听上司的责备 就辞职了 就出来了 然后呢 出了单位了之后呢 户口饭都很难 我们心灵要获得领悟 头脑的领悟 反而是在那里咒诅 不仅祸害自己 还祸害家庭 祸害儿孙 我们每个人都回复 顾一下自己的家庭 我的父亲曾经是做什么的 我的爷爷是做什么的 而我现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一切都是照着圣经的话 以如实实现呀 民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在这凌晨时刻 是谁帮助我们 是上帝帮助我们 上帝帮助我们 而我们总是不愿意领受这帮助 那么在这时间 我们来到主面前 为的是获得主的帮助 而谁帮助我们 西伯来书六章十四节 上帝让我们必定得福 我们要领受这束福 而我们总是不愿意领受 大家知道 如果我的眼睛昏沉的话 我身边一黑漆片的时候 我的身边一片漆黑的时候呢 房间里面有一样东西的时候呢 我可能也不会跌倒 但是房间里堆满了东西 但是这房间又是乌黑一片 那这时候不小心又碰到了 又跌跌碰碰了 我们有时候觉得 得到了祝福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我都没有做人的时候呢 领受再多的祝福 对于我来说反而是负担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能去天国 这也要获得上帝的帮助 获得上帝的帮助才能去天国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要获得上帝的帮助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是什么 我们的生老病死全由耶和华来主宰的 撒摩尔基上二章六节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而我们得不到帮助是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领受上帝的帮助呢 我们找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遇到的问题 我面临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我们祖上所犯的罪过 也是我自己曾经所犯的罪过 上帝如实的依反还给我们 上帝是最为公义的 我眼前面临的困惑与困难 正是我的罪恶 基督的光照在我心里了 我才能获得正确的醒悟 以赛亚说四十四章十八节 我们领受了基督的光 我才能获得正确的醒悟 这时候眼前的问题能获得解决 而我们始终没有醒悟 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醒悟 我们的心要有基督的光 而谁在妨碍着基督的光呢 格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消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上帝的像 阿们 灭亡的人 属魔鬼的在妨碍基督的光 无论是大家还是我 我们这凌晨时刻来到主面前 为的是来获得主的帮助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去天国靠自己是去不了的 要获得上帝的帮助才能去天国 这信心也 信心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一副词二章八节 这信心也是 从上帝那里得来的 我们要获得上帝的帮助啊 有了上帝的帮助 我们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 而谁在妨碍着帮助呢 属灭亡的 那什么到底是属灭亡的呢 我们认识一下谁是灭亡的人 当我犯了罪 却不悔改 不认罪的时候 我就成了这灭亡的人 那么有时候我也认罪悔改了 有时候也成了绵羊 马太分七章十五节 大家知道 披着羊皮的柴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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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通吃羊 还能通吃柴狼呢 这就是假牧师啊 披着羊皮的狼 这就是假牧师 那我嫖牧师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不认罪悔改的话 我也是假的 当我认罪悔改的话 我才是绵羊啊 我内心良心无愧的时候 才是绵羊 哪怕刚才我还是犯罪了的 但是我现在认罪悔改了 这时候就能做绵羊 而右手边的强盗呢 懂得认罪悔改了 结果做了绵羊 所以今天这里 告诉我们灭亡的人 正是我 当我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 就成了灭亡的人 我们找一下 约翰福音八章 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 我们想帮别人 那么这是很好的做法 也是很好的想法 上帝命令我们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给身边的人带来帮助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 而当今的教会呢 罗马书二章二十三 二十四节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而我们总是成了假的信徒 结果因为我们的行为 反而电辱了上帝的名声 我们藐视上帝话语的时候 就犯了困苦的罪恶 当我们藐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会沦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我最不喜欢的人 我最 我的仇敌 我们会沦落到 给自己的仇敌去打工 我们国家一度被日本人 侵略四十年之久 正是因为 在礼朝王使末期 有福音传入到我们国家 而我们国家呢 却杀害了传福音的宣教师 藐视了上帝的话语 结果被仇敌的国家侵略 尼西米记九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我们国家被日本人侵略了四十年之久啊 我们周围 到底谁是我们的仇敌 我们最不喜欢的国家是谁呢 当我们藐视上帝话语的话 我们会沦落到 到仇敌的国家做仆人呢 如果我们没有获得上帝的帮助的话 我们就会沦落到那种地步 所以我们要获得上帝的帮助 改变命运啊 所以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帮助 我们不能遭受灾难与救主啊 我们要获得上帝的帮助 全能者上帝在帮助我们 我们要获得上帝的帮助 甚至有些教会说 为什么总是求帮助呢 每一天上帝是要帮助我们的 我们不求上帝的帮助 反而是在藐视上帝的话语 是不听上帝的话语啊 我们一定要投靠上帝的帮助啊 一定是要投靠上帝的帮助的 这是多么好的允许啊 而大家为什么不愿意领受上帝的帮助呢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来获得帮助吧 获得上帝的帮助吧 获得上帝的帮助吧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三节 四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属败坏的在妨碍福音 那妨碍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呀 当我犯了罪了之后 我就成了妨碍福音的人 那属魔鬼的到底是谁呢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阿们 在这里上帝告诉我们 什么呢 大秋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一大早 学生上学的路上 好多人被杀害了 那么 这也是耶和华上帝所做的 因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 再加上我们祖上所犯的罪 如实的一一反还给我们 那么我们祖上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呢 我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呢 在这世上没有一个偶然 一个麻雀的生命也是由上帝来主宰的 马太福音六章啊 那么在这时间我们要获得上帝的帮助 西方亚书三章五节 每个凌晨时刻上帝在审判我们 这个人因自己的祖上的罪 再加上自己的罪 在今天十二点就会遇到交通事故 或者说在路上被磕一脑子 被石头碰一下就会要死去 这一些都是上帝审判我们 所以我们要获得上帝的帮助 只要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了 今天的灾难咒诅就能消除掉 所以每个凌晨时刻要来到主面前获得帮助 我们国家我们的家庭都要获得上帝的帮助 昨天我很疲乏 所以在这陈庚时间我也很是疲乏的 大家知道吗 我们说这个人是信别的宗教 我就恨他了 这也犯了杀人罪 我们骂美国也会犯杀人罪 我们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是偏向某一方 不是说这个人对那个人错了 我在评论一个人 这时候反而是在犯杀人罪了 罗马书十二章九节 我们是要与恶作对的 不是要恨人 排斥人 而我们很容易就犯了这种的罪过 我们祖上的罪过 再加上我自己的罪恶 我自己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 我就成了属于败坏的妨碍福音的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了 我们对自己的错 对自己的罪很是宽容 很是理解 但是看别人 看别人的一丝小小的失误都不敢 都不愿意理解 也不愿意宽容 我们为什么不领悟圣经呢 这圣经是谁 圣经是上帝 圣经这是上帝的话语 是赐福于我们的 是我们的粮食 而我们内心的祖上魔鬼 使我们无法领悟圣经 因为我内心有祖上魔鬼 使我内心只有贪婪 爱说谎 爱恨别人 犯了杀人罪 心里装不下真理 我们心里没有真理的时候 就开始结党分派了 罗马书二章八节 使魔鬼的整天在结党分派 原案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案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他本来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阿们 全能者上帝在这时间帮助我们 我们不投靠上帝的帮助 我们是活不了的 每个凌晨上帝有公义的审判 西方亚书三章五节 上帝在审判我们 因我们的罪过 因祖上的罪过 我们都会面临一些问题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祖上犯了什么罪 也忘记自己曾经犯了什么罪 但是分明因我们祖上的罪过 与灾上自身的罪过 使我们身患疾病 遇到一些问题 有些人说 我怎么突然就发疯了 我怎么突然腿脚就死 用不了了 这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公义 因我的罪恶 使我如实受返还 所以每个凌晨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的话 这罪恶得到赦免了 疾病就能得到医治 这是多么好的祝福啊 这是多么好的允许啊 不足的仆人培养牧师 来参加成更礼拜之前呢 又记录了 又从上帝那里领受了 很多上帝的话语都记录下来了 身体再疲乏也要来到主面前 师母总是担心我的身体 就让我多休息会儿 而这凌晨时刻 我们一定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凌晨时间上帝帮助我们 而如果我们藐视上帝话语 如果我们藐视这凌晨 来到主面前的这个行为的话 我们就犯了困苦的罪 不小心就会沦落到仇敌手上啊 义人 义人的祷告上帝是听的 我们的心愿获得实现的时候 我们也能拯救国家呀 这正是爱国者呀 在这儿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而我犯了罪了 我却没悔改 这时候我就是属于败坏的 真言十三章十三节 而谁在妨碍福音 不是别人 都是我在妨碍了福音 我的罪妨碍了福音 而主是帮助我们的 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 诗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 我们向主认罪悔改了才能遇见主 我们向主悔改什么呢 我们向主承认悔改我祖上所犯的罪 再悔改我自己所犯的罪 这时候才能遇见主 而否认了主呢 就成了异端了 彼得和书二章一节 每个凌晨我们要获得上帝的帮助的 而属败坏的在妨碍主啊 我们今天认识到了 妨碍主的福音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自己的罪和我们祖上的罪 诗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 我们向主认罪悔改自己的罪 与祖上的罪 我们才能遇见主 才能得到主的帮助 好多人从来不悔改 更不悔改自己祖上所犯的罪过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祖上的罪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残留着祖上的罪过 我们来到主面前 要认罪悔改 悔改祖上所犯的罪 悔改自己所犯的罪 而我们身上残留着祖上的罪过呢 是我内心装满了贪婪 总让我恨别人 犯杀人罪 私底装不了真理 结果呢 开始结党分派 罗马书二章八节 犹大书一章十九节 分党洁派的时候呢 就连狗都不如啊 罗马书二章八节 我们内心有祖上魔鬼的时候 就不跟随真理了 谁是真理呢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就是道路 耶稣就是真理 所以在这时间 我们需要做的只有认罪悔改 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 这正是四阶段悔改呀 我们找一下以福所书四章三十二节 因为我们的罪恶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赦免呀 以福所书四章三十二节 好多人说我母亲很优秀的 是的 我们的父母都很优秀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犯罪 有罪的地方就有魔鬼贴近来 愿意是三章八节 彼得前是一章十八节 祖上的罪恶都遗传到我们身上了 那么我的母亲因肝癌去世了 那么儿孙也会生患肝癌 医学上科学上都在见证 这遗传人是存在的 父亲犯了 父亲有了肺癌 到了儿女身上也会有肺癌 那么在这时间 我们向主认罪悔改 得到主的帮助的时候 这一切的疾病都能得到医治啊 我们呼喊安门要领受这样好的祝福啊 而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无论如何让我们能行 这是基督啊 基督就是盼望 只有基督是盼望 使我们能活 以福所述四章三十二节 以福所述四章三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以二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阿们 上帝在哪里饶恕我们 基督的奥秘 正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格罗西士一章二十七节 尼西米西九章一到五节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这正是四节奖悔改啊 上帝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上帝是让我们认识到上帝是全能者 比如说我们养孩子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生长的健壮 一切都顺利 那到底怎样生活才是祝福呢 有些人过了一辈子 反而是受尽了拷问 活的就跟在活在地狱一样 而怎样生活 才是幸福的 才是蒙祝福的生活呢 所以我们要获得上帝的帮助啊 我们要悔改祖上的罪 我们祖上所犯的罪 我们都要如实地承认告白 共认出我们祖上所犯的罪 也要认罪悔改 再悔改我自己所犯的罪 这时候才能获得上帝的帮助 这不分男女老少 谁都能行 心愿能获得实现的 把好的祝福留给我们的后孙 做爱国者 为了人类我们要祷告的 上帝第一劝我们 命令我们 就是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上帝赐福于我们 这一切 首先我们要悔改祖上的罪 还要悔改我自己所犯的罪 这时候在这凌晨得到主的帮助 一人的祷告上帝是听的 我们在这时间呼喊主啊 认罪悔改吧 一起呼喊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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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啊 在这时间我们心里好伤心 我们很痛苦 我们求主 使我们活过来 主啊 我们要活过来的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祖上所犯的罪过 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过 求主使我们认识到 我们祖上所犯的罪过 与自己所犯的罪过 使我们在这世上 所有的人获得正确的领悟 使我们所有的人 向主认罪悔改 获得主的帮助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